第六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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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幫大家介紹第六個模組 這個積分模組是具有 可以設定它初始值的積分模組 在控制器用當中 採用微分方程式來描述 受控體的物理系統 但在模擬當中 我們不喜歡用微分器 我們會使用積分模組 因為微分器會對高頻的訊號進行放大 放大過程當中 同時雜訊是一個高頻的訊號 所以微分器會使訊號的品質變差 它會將雜訊訊號做放大 所以在這個實驗當中 我們使用微分器的模組 來建立系統的方程式 那積分器的模組的 面板圖 如下圖所示 輸入是vi vo是輸出 中間的轉移函數是s分之t 這個t就是一個放大倍率 那右邊是它的接線圖 一樣輸入是vi 輸出是它的vo 那轉移函數是s分之t 那這個t呢 的放大倍率可以透過上面的開關 讓它放大一倍 或者十倍的放大倍率 同時這個模組呢 我們還可以透過方式去設定它的初始值 那在模擬使用當中的積分器呢 必須具備以下的特性 第一個 它具有數個積分器同步作業的功能 使積分器的初始值的設定 能夠精確跟同步 所以這個模組可以進行初始值的設定 會用到我們後續的實驗當中 第二個 它具有可調整時間的因素 模擬響應較慢的系統 能在不影響其他特性下 加速系統的響應 所以它的方塊圖跟數學方程式 如圖所示 vo除以vi等於s分之t 它本身架構呢 也是透過運算放大器來完成 那這是它的第一集 vi輸入 r1是100kΩ的電阻 那c呢 是一個1mF的電容 所以vu1-6 會等於-的r1分之c1s分之1乘上vi 等於-的r1c1s分之1乘以vi 這是一個積分的動作 那第二集呢 把前期的輸出當作這集的輸入 再經過一個反向放大 所以vu會等於-的r2分之vr1 vr1是個可變電阻 乘上vue-6 因為這集是反向負負得正 vo就等於vi乘上r1r2c1s分之vr1 那在實驗的過程當中 因為常常的電容器可能會有很大的誤差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vr1可變電阻來補償來調整電容的誤差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對這個模組進行一個實驗 將輸入的懸播訊號vpp等1伏特 頻率是1.59Hz 輸入到cm01的vi插座上面 並將cm01跟cm06接線如下圖所示 同樣的我們從channel1去量測輸入訊號 channel2去量測輸出訊號 我們將右上角的開關的t 調成10倍的放大倍率 所以我們看實驗步驟 將倍率設定在10的位置 同時將開關撥至op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得到cm06之1的輸出跟輸入關係 vo比上vi的大小會等於s分之t 那t呢我們剛剛的設定為10 那它的分母jω s等於jω 那ω會等於10 所以放大倍率正好等於1倍 角度等於多少 等於-90度 所以我們這個具有設定出值的積分器模組 我們觀察它的輸入跟輸出關係 輸入訊號 是橘色的波形 輸出的訊號 是藍色的波形 我們可以看到輸入跟輸出的關係 正幅相同 但是相位相差的-90度 在這個章節當中 我們針對的積分器模組進行的實驗 調整輸入跟輸出關係 讓它的正幅相同 輸出呢 相差的-90度 用這個實驗的結果 來驗證這個模組的功能性的正常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